8月22号 最近人气爆棚成功竞胜为新任国民老公张继科 又开启激谋模式 和迷妹们老家常了 当被问起和马龙还能不能在一个房间聊天睡觉时 尼尼柯柯的回答也是耿直到没朋友 直接就把传闻中的龙对恋情给坐实了 很好 这样瞌睡龙的宝宝们感觉一下就被喂了凭毒药啊 果然既柯尔一说话就是满嘴跑火车啊 就不能做个安静的懵宝宝吗 小心龙队跳起来打你啊 而面对一群狂猴老公的妹子 柯柯也是常害羞的表示 知道自己多受女孩子欢迎呢 我知道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女的 回答我这个问题 猫狗老新闻 感觉每天都沉迷在瞌睡龙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球队内赛快点来啊 霸道